通風的北町沒有火車站 民眾如果要坐火車要去重力火車站坐 現在通風鐵路地下滑的港頂 有十八公里等 有哪有在北町還要設一站 現在是先來設一個飲食站 四年半年後 應該就可以先通車路 通風鐵路地下滑先去港頂 代替北町飲食站15台去開港 擋頭電力 交通部長 香港仔和通風市長的運產共同出色見證 基礎順利完工通車 北町站完成後 北町移民就不用到1.8幾公里 外的重量火車站坐車 但有一點點就能到台北 這個也當作我們 台灣鐵路地下化的一個先期的工程 因為它的也施作一部分 我們永久站的連續幣 所以我們是覺得 這是整個台灣鐵路地下化的一個開端 湯市長的運財標時 通風鐵路地下化 關於通風車旗轉型 轉等18公里 由新北市的好名站到通風的北町站 第一次大工程 是由新北好名站到通風北町站 以臨時站的方向上設定 但由四年半了後就能通車 這次我們是採取不增加拆遷 以及不延長地下化的供期 能夠在原來的永久站的隔壁 新富一街來設置臨時站 地面纏標時 鐵路地下化 湯匡東中的設定 四個新站 包括中路站 湯匡便宜站 中環達客站 到八點站 遠度聽到八個國家球 八個地下都 到六十個邊角度 給湯匡有多次添加的效果 夠到上原來的人的隔壁 未來湯匡會有十個車站 中環達客座 北台灣最好的通勤台 以致重學部讀